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微信行销与电子报行销最大差异 那电子报行销跟微信行销最大差异是电子报 你可能还需要买一套很贵的软体 那你还必须能够去理解操作这种群发的功能 甚至有可能你的电子报会给挡掉 讲一句难听就是你的客户永远收不到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讲微信行销 它可以群发给陌生人 微信行销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 它可以收会员会 也就是说它除了订阅以外 它是可以收会员会的 那微信行销它可以累积所谓的地区的阅读率 那微信行销还可以做客户的即时自动化回应讯息 也就是自动化客服 微信行销还可以带语音服务 微信行销可以带四信语音 基本上这个就是微信行销跟电子报行销最大差异的地方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